今天這個應該是我們今天最回場了吧 他由Ruby來跟他介紹資料的三菱就是 怎麼看這些資料的不同的想法 把那種時間交給Ruby 謝謝古博士喔 那大家好 今天是由我Ruby來跟大家帶來一個簡單的一個議程 是用資料的方式去投射到一個散人鏡 我們看看他會折出什麼樣的東西 那在一開始先跟大家聊聊看 我是Ruby 那我是一個後端工程師 也是當過一段時間的DBA 那也處理過像MariaDB Proscript SQL或SQL Server的一些問題 包含開發 包含他服務成長了 開始出現問題了 要做一些調整 甚至是這個服務已經運行五六年 甚至超過十年 他有一些結構或Performance的問題 要去做處理的時候 那我就會去介入 我就會去調查 我就會去做解決 那這是一個關於我的一個簡單的介紹喔 今天我們會聊什麼的話 在這個30分鐘的議程 我會簡單講四個部分 我們會先確認一下 為什麼你要用資料庫 那我們會再確認一下 到底誰會用到資料庫 再來會提到我們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以及怎麼用得更好 那在早上到剛剛的議程 其實蠻多都周旋在 我可以用index 我可以用什麼樣的工具 我可以用什麼樣的extension 來幫我們達到一些目的 但是在這之前 我會更想要再往前退一步 我們想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我在這個議程 會把這個角度再稍微調整一下 對 那這是在今天的一個agenda的部分 好 那第一個 我們先聊聊為什麼要用資料庫 那這邊可以說 就你要知道自己在哪 你要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 而且也有目的地 那我們才可以討論怎麼前往 你今天有了一台車 那你不知道你在哪 你也不知道你要去台北還是要去高雄 那其實討論要去哪邊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我知道我在台北 我知道我在高雄 我手上有高鐵票 那我們就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走 所以先聊聊為什麼我們會使用到資料庫 那在這之前我們會先看看 什麼是資料庫 對各位而言 什麼是資料庫 那我跟蠻多junior的工程師 或者是社群上面的一些朋友 都會聊到這個問題 就是對他們而言 資料庫是什麼 其實聊到後面就會得到 比較接近這兩個結論 一個是他就是一坨資料 對很多開發者剛開始學習而言 他就是一坨資料 我為了一個SQL語句 他就吐了一坨資料給我 就這樣 那或者說就把它當一個神奇的黑盒子 那為什麼會說黑盒子呢 因為你不知道它裡面怎麼運作的 你不知道它裡面包含了什麼 你只知道我SQL指令給它下去 它就會吐東西出來 只是這個吐回來 資料是十筆還是一百萬筆 是零點一秒 還是要等上幾個小時的差別而已 那蠻多的開發者 可能在剛入門的時候 會停留在這個階段 但我們必須精確一點的來說 它是一個有序資料的集合體 當它是一個有序 而且又是集合體的時候 其實它就會衍生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只是在剛開始我們入行 好像剛開始學習 剛開始使用 或者是搭建一些小型服務的時候 感覺不出來 因為現在電腦硬體很強 我們隨便買一顆硬碟 或是TP級起跳 那這些問題可能初期都還看不出來 所以你可以用比較模糊的方式 用黑盒子的方式去看待它 但等到它成長了 資料量變多了 那可能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好 我們知道了一個簡單DB的定義之後 它是一個有序資料的集合體 那下一個 它的用途是什麼 其實它其實 可以分成兩個最重要的用途 也可能是在場各位 最常使用 也最關心的 就是我要存資料進電腦 再來就是我要把它 檢索出來 那像我們早上在討論的 index 相關的 這些輔助的方法 設計的概念或架構 它其實很大程度都是在 考慮我們檢索的部分 怎麼讓它更快 因為其實大家如果在開發 最常聽到的就是 end user 跟你們說 為什麼系統這麼慢 我按一個查詢 它等30秒之類的 都是建立在慢這件事情上 那慢這件事情上 很大程度都是跟檢索有關 查得很慢 因為只要量多 所以大家就會往index 那邊 一直去了解 一直去說明 那也會衍生很多種 不同的操作方式 但是不要忘了 它也有儲存的一個任務在 所以像剛剛前一場 中西就有提到 我們一直加index的話 它其實在儲存的這個部分 是會造成一些成本的 它會有一些開銷 所以當我們在 進行系統的設計 程式的設計或思考的時候 我們必須跟開眾名額確定 你的儲存有哪些動作要做 你的檢索又有哪些動作要做 那他們的比例 跟他的輕重緩急 又是如何這樣子 好那 剛剛講了他基本的工作 有儲存跟檢索 但是他 有了儲存跟檢索的時候 其實他背後還有非常多的工作 那可能不是Programmer會負責 對 也有可能是Programmer也要用到的 基本的開發設計 像開表 鍵index 甚至寫到view 寫到trigger 寫到stop procedure 這些都是把東西做出來 那另外還有安裝建置 像在前面一場就有提到 config檔很重要 但其實config檔很多人都不去留意它 又或者說其實裡面有蠻多小東西 是可以去嘗試的 所以安裝建設其實也是一個不小的學問 那另外一個是今天大家一直都沒有提到的 硬體跟網路的部分 在我做DBA的幾年的工作歷程來講 其實硬體跟網路也會非常大程度的去影響到我們系統的表現 那你可能不需要知道怎麼裝電腦 你不需要知道怎麼配 但你至少對它的成本的概念可能需要一點 要有一點基本的了解 你才可以把你的服務做得好 那再來更下面的是全線管理 像當你的服務從一個DB長到非常複雜的一個複合體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慢慢的發生有資安上面的問題 有全線管控上面的問題 那慢慢的任何東西只要長大了 它都會涉及到非常複雜疊床架物的狀況 那全線管理就會是另外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 但是我們再回頭看看 我們一開始的初衷就只是儲存跟檢索啊 我們一開始想要的其實非常的簡單 但其實在這個東西做出來之後上線放個一年五年 它其實會衍生出非常多的問題 所以大家在做任何的初始設計 任何的規劃的時候可能都要先想一下 它的開頭是這樣 但它的中間到它上線到它後期的維護又會是什麼樣 這一點可能也是大家需要去考慮進去的 所以為什麼使用資料庫 因為我們需要儲存資料或檢索資料 當然在做儲存跟檢索的過程中 我們也會衍生出其他的東西 這樣子 那我們用歷史的眼鏡來看 假設你們不用任何的資料庫都是自己來 自己寫檔案 用FTP去寫檔案 還是自己去寫成CSV TXT等等的 那自行開發 那你不經過Database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的查詢跟這個儲存可以自己來 還沒問題就寫到File Memories寫進去沒問題 但慢慢的你會發現 像是你要把資料做排序 你要把資料做備份 那你的城市自己要做全線管理的時候 那那個工程會變得非常的浩大 會變得非常的複雜 那再進階一點的 遇到了比較高併發的問題 遇到了資料一致性的問題或鎖的問題 它其實會讓你更難去Handle你手上的專案 所以自行開發可以 但它的成本會非常的高 但是後面就是你的修改或者是擴充 都會變得非常的困難 那也因為這樣子 我們就抽象化出了一個東西 就叫做資料庫 資料庫系統 那工程師只需要專注在自己的商業邏輯 然後去存取這個資料庫 達到目的就可以了 前面的這些東西 很多東西都是資料庫 都幫你做好了 那我就會覺得 目前的Postgre 或者說任何的這個套裝的資料庫系統 它其實都是一個很成功的黑盒子 它讓各位不知道它底下做了什麼 但它又很平穩的幫大家完成了很多的任務 所以如果我們用一個水面來看的話 它就跟冰山一樣 大家在上面用的SQL 或者是你們去做一些Creatable的一些動作 你們看到的是一小部分 但是它下面在這個冰山下面 它有非常複雜的平行處理 網路處理 全線 加密 備份 一致性 ACID等等 它其實底下有非常多的東西 你都要去做注意 那有些可能是要透過調整你的Config檔 有些可能是在設計的時候要去做規避 有些則是 你要用新版的DB 它才可以得到解決 所以其實它底下有非常多的知識 是需要補足的 那如果只是把它當一個黑盒子 自然很難把東西做到最好 那所以這邊就會提到 我們需要把它去做一個理解 而不是只是當一個抽象的黑盒子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在使用資料庫的部分 就會有成本的問題 像是開發的時間成本 學習的成本 維護的成本 跟扣充的成本 那其實這些都會是成本 所以大家會為了這個成本 而去選擇使用資料庫 那也會因為需求的變化 像是資訊系統的需求 以前我們叫餐點餐 都是直接打電話 或者是直接到店門口 現在連系統都有了 所以其實資訊系統的需求 也衍生了推進的資料庫的一個使用 那還有對資料的需求 以前我們做一些服務 只需要把資料寫進DB update它就好 慢慢的 開始有了資料科學家 開始有了資料分析師 來整合其他企業策略的分析 我們不再只是把資料寫進去 我們還需要去分析它 去使用它 那我們的挑戰其實就變得更多 我們用過去那種OLTP的設計 可能就不服使用 所以其實它的需求 也會推動一些事情的變換 這樣子 那剛剛提到了 為什麼要用資料庫 當然是我們情形上會需要 那誰會使用到資料庫 這是我今天會比較想要去 闡明的 因為我跟蠻多Jr去聊一下他們怎麼用 然後可以怎麼改善的時候 他們很常忽略一件事情 他們都focus在機器 都focus在程式 都focus在他眼前的這行error 但是他忘記了他對的是誰 他對到什麼樣的角色 該用什麼樣的語言來提高他的工作效率 所以誰會使用資料庫 這邊來做一個說明 那我們先用一個簡單的光幅把它拉開 那這只是一個簡單的比喻 最左邊我把它叫做商業邏輯 在最右邊我可以把它叫做資訊技術 它是有左右的 但是記得它不是只有左右 它還有上下 那只是這個上下 可能代表的是它知識的深或淺的問題 那可能在最右邊的部分是在場 如果大部分都是開發者的話 那你們可能在資訊技術這邊的技能點就會比較多 基本的資料結構 程式設計 網路通訊 演算法 但如果各位是像是PM的角色 Sales的角色 甚至是老闆 那你可能在商業邏輯的部分就會比較多 所以如果我們用這個光譜的方式把它展開來看的話 技能光譜 你可能一個點是跟資料結構有關 一個點是ProSquad SQL的index 一個點是ProSquad SQL的這個資料表的設計 那商業邏輯這邊可能一個點 假設你在醫院工作 醫院有醫院的knowledge 那你在電信公司工作 電信公司有電信公司的生命周期 有它的一些合約的問題 那假設你在製造商去做去工作的話 製造商它有成品半成品的一些處理的邏輯 所以你的商業邏輯也會四散各出 那商業邏輯它可能又更複雜 而且還有斗面的問題 它可能跟時間有關 可能跟法律有關 也可能跟一些製造的流程 或者是一些程序有關 那當我們先把這個光譜先拉出來之後 那我們就要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並不是把 左邊或右邊的某一個東西學好就好了 我們其實最重要的目的是 讓它可以搭成一條線 那無論你是一個人拉一條線 還是一群人合力去拉一條線 那就是有商業邏輯也有系統 把它做一個整合串連 我們才可以提供一個有價值的系統 來實現我們的目標 所以其實有這個技能點 那我們就需要把它連成一條線 那如果用技能點來看是這樣子 那用角色來看 因為靠近左邊的商業邏輯這邊 可能會是你的老闆 你的主管企劃或業務 那比較中間的可能像是系統分析師 或者是資料分析師 像這樣的角色我就覺得他很厲害 因為他可以連動兩邊的這種關聯 他一邊又要懂你的領域知識是什麼 另一邊又要懂系統要怎麼做表達 那到了越右邊的部分 那就是像程式設計師 DBA 或者是文運人員 他們可能對商業邏輯的部分沒那麼了解 但是他們知道怎麼讓系統穩穩的運作 但他們只知道讓系統怎麼穩穩的運作 不見得代表可以為公司 或者是為組織提供一個好的一個系統 所以我們先確定好 我們的光譜的兩側有哪些技能點 那我們再列出有哪些角色 那再來是什麼 確定一下你自己在哪一個位置 你自己的位置會決定了你的左右兩側 你可能會對到誰 那可能你也會退 你也可能會跳級 你可能只是一個程式設計師 但你會跳著跟老闆去做溝通 或者是你本身是一個業務助理 但是你要跳著跟圍運人員去做溝通 但至少我們知道 它是屬於光譜的左側或是右側 那它就有對應的language 或者是對應的一些知識點 那就變成說我們在合作的時候 要去做一些調整 像最常聽到的 RD跟業務開會 開一開會吵氣 因為我的ID不是你的ID 你說的ID是什麼ID 是使用者的身份證 還是公司內的訂單編號 還是其他的東西 這個語句的表達 其實在業務邏輯跟實際系統面 它是兩件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那我們在溝通的時候 就很容易產生分歧 很容易產生衝突 那可能在資料分析師的角度來看 可能會更痛苦 它會看到很亂 亂無章法的需求 分析需求 跟很髒很髒的資料庫 那它需要在這兩個中間 去做一個平衡的時候 那它就需要一個很好的連接能力這樣子 那我們有把這個角色 拉出來之後 回來看一下 其實各位的價值是怎麼來的 我不會說薪水啦 又會說價值 那它其實是來自於什麼 我們開發了系統 然後支援了我們的業務 無論這個業務是主體業務 還是輔助型業務 那再來就是獲得了營收之後 才可以成為各位的薪水 或者是其他的一個價值的表達方式 那其實它本身會是一個cycle 那這個cycle 如果有問題的時候 像是你沒有辦法支援業務 你寫出一個很炫炮很棒的系統 但是它就是不能支援業務 那它有用嗎 那這個cycle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它就停滯了 那你可能會 開會開得很痛苦 系統也開發得很痛苦 最後 你的團隊成員 可能也不會認同 你用 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流程 一個map在心裡面 就是我們的系統開發 必須要可以 support 到我們的業務 那我們的業務也ok了 獲得了營收 我們才可以再往下一個階段 再繼續的推進 那先有這樣子的一個心理的 一個認定之後 我們再去思考 我們的系統開發 要怎麼去支援我們的業務 那怎麼支援 就要回到剛剛的前一章的光譜 我們要知道我們的公司 有什麼樣的需求 有什麼樣的技能點 有什麼樣的流程法規等等 那這邊就有提到 每一個角色其實都會用到資料庫 不要說只有工程師會用到 不是寫SQL或者是Creatable的那個人 才叫做使用資料庫 如果我們調整一下說明 其實連老闆看報表的做決策的人 在座的各位 都會是資料庫的使用者 只是你是直接或是間接 只是你使用的目的可能不太一樣 那你使用的知識背景也不一樣而已 所以其實大家都會用到 只是用的方式不一樣 那我們需要理解的是 自己是在光譜的什麼地方 那我們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 來做到什麼樣的結果這樣子 那在這邊就要了解了 自己在這個系統裡面 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那業務的邏輯跟生態 以及要達成什麼目標 其實最常遇到的 跟我聊的最常遇到的是 大家都會想要交出 100分的考捐 但是工作實務上 不存在100分的考捐 除非老闆願意花大筆的錢買最好的機器給你 給你無限多的時間 那或許有機會寫出一個很棒的程式 但是這是不切實際的 但是當工程師一昧的 往100分去思考去衝刺的時候 其實他未必對質疑 或者是對組織的一個處理是有幫助的 所以在這邊我會比較推薦什麼 你是慢慢的慢慢的上升 你不是一次就到位 一次到位其實不太合理 你也是慢慢的去做一個推進這樣子 那這是在角色的部分 我們知道了 有哪些人會使用指導庫 以及整個角色之間合作的方式 然後他產生了什麼樣的一個結果 那我們知道為什麼用指導庫 我們也知道有哪些人了 那就像是打擂台一樣 我們知道有那個擂台四個柱子的 那上擂台的有誰 那接下來就是看看我們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其實這困難的部分 我就會先把它分成兩塊 其實大家都蠻多會focus在技術面 但是這邊我會再多列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就是商業面的部分 因為其實為什麼技術 一直會有人參加技術的論壇討論 其實因為大家遇到的問題 都有一點點不一樣 在醫院的工程師遇到的問題 跟在電信公司遇到的問題 其實或許他們都用Prosquare 但是其實他們解決的context 他們解決的一些限制脈絡 會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這之前我會覺得除了技術之外 我們對商業面的了解 也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我們才可以再去做問題的解決 那這邊可以先列一下 像遇到困難裡面最常見的 要怎麼正確的使用工具 這邊就有一個比較 傳統的一個說法就是 手上有錘子 你什麼都當釘子 像最典型的是 我的前輩可能他只會seco server 他什麼都用seco server做掉 他達成的任務 他完成的東西 但是最後的下場其實也不見得比較好 因為seco server做不到事情的時候 他就被這個seco server限制住了 所以記得一下 不要手上有什麼工具 就全部都用那個工具去做 像參加這樣子的conference 一個好處是你可以知道有不同的工具 你可以知道有不同的架構 你可以知道有不同的選項 你可以在這麼多的選項裡面去挑選出一個合適的 而不是一直死守在一個自己知道的東西範圍內 所以第一個是工具規律的部分 其實滿常遇到的尤其有年紀的開發者 可能都有這樣子的狀況 那像這邊就有提到 stop procedure DB的 那像有些公司用seco server的stop procedure 寫得很厲害寫得很誇張 可能table不到50張 stop procedure已經超過120隻了 非常的刺激喔 對 SP 很方便 他可以馬上寫馬上改馬上上線 那最後他變成了什麼都依賴 SP 那再下一個故事是什麼呢 就是他的效能問題了 他所有的東西都卡在記憶體的部分 卡在IO的部分 然後都是因為用 SP 誤叫 我根本不知道那支 SP 為什麼慢 因為他被黑箱化了 那當你都只依賴 SP 的時候 他就出現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那這是其中一個舉例 還有像助列 像曾經遇過 系統很慢怎麼辦 他就是弄了一個助列 讓所有的請求排隊 但是他從來都沒有去想過 其他的調整方式 所以他遇到所有的系統開發需求 就全部都給他排隊 排到後面就是 他並沒有真的解決問題 他只是讓系統看起來還沒掛掉 那請問這樣有解決問題嗎 其實沒有 我們應該去檢視的是 這樣子的設計模式 有什麼樣的取捨 以及周邊相關的系統 是不是可以再做得更好 可能是調整設定 調整硬體 調整資料流程等等的 那這是 技術面的定義 就是怎麼正確的使用工具 那另外一個 也比較常遇到的是 工具的選擇 像有些人就會問我 這個 我還真的被問過 我是一個DBA 被問過 我還用JQuery 1.7 還是JQuery 3.5 我就回答說 八卦是你還在用JQuery 都已經2021年了 你還在用JQuery 換View好不好 這樣 那當然這是一個玩笑話 那就是在於 工具 它本身有版本的問題 不同工具 它 一樣的工具 它在不同的版本 它會有不一樣的表現 以這個資料庫來講 你Postgrade 8 跟Postgrade 現在的15 跑起來 Performance一定是填差地緣的 所以你在對工具的了解 也要處理 處理好 理解好版本的這個部分 那還有另外一種 像是工具的組合 有一些公司會找我質詢說 欸我在Windows Server上面 跑買SQL OK沒問題 Fine可以 那有些會跟我說 欸那我在Santos上面 跑Linus版的SQL Server呢 也是可以 但是 當它出問題的時候 比較早喔 我只能這樣子跟它說 所以 除了版本的選擇之外 工具的架構 那個Stack的組合 其實也是一個問題 它比較平常架構的組合 像 Santos上面可能跑 Postgrade就很適合 Windows Server跑 SQL Server就很適合 其實它一直都有一個 很適合的做法 網路上的官方文件也都有寫 但是就是沒有人會去讀 或者是它心裡可能有什麼樣的傷害 所以它覺得這樣的組合 很適合它之類的齁 所以其實在選擇工具 整合工具這塊 也會是一個問題 版本跟你的Stack怎麼去做組裝 那再來就是 還有 就有技術在的問題 其實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嘛 那你在任何地方 街道的系統 通常都不是重新開發 你要的都是把 現有的系統去做一個維護 當然現有的系統 它就是一台 已經開了很久的車 它可能開始漏油了 它還能跑 但它冷氣不涼了 它可能輪胎漏風了 等等的問題 但是你的任務 就是讓這台車舒舒服服的 繼續跑下去的時候 那你就要回去看看這些 舊有的技術在 然後去做一個解決 那像我遇過比較經典的 就是實驗環境 把它當成線上環境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在實驗環境 資料只有100筆 那我做任何程式 就用這100筆測 測完就沒問題 我就上線了 那線上可能上千萬筆 那個死了再說 其實有一些 會有這樣存在一個這樣的認知 所以環境的一個配置 有實驗環境很好 但你的實驗環境 是不是可以反映到 你線上環境 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另外一個 我前同事 最常跟我講的 他昨天還能動啊 所以他今天一定還能動 他昨天還能動 今天就一定還能動 但很抱歉 剛好這個冰山 就有符印到這件事情 程式的東西 我們寫好了 邏輯 if else 串好了 它走A就是走A 走B就是走B 但B並不是那麼單純 為什麼 因為他會有一個執行計畫 那這個執行計畫 是怎麼處理的 看你的資料 他會決定說 要產生什麼樣的執行計畫 今天資料只有一百筆的時候 他就不用索贏 直接全表搜尋很快 但假設今天他讀到你的資料 是一億筆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產生不一樣的行為 所以這個冰山下面 他有非常多最佳化的黑盒子 我們不了解的時候 那我們又用了 過去的一些經驗去做推斷 可能就會導致未來的一些 慘況的發生 所以我們要先知道 喔 他會因為資料量 有不一樣的行動 再來是第二個 我們應該去留意一些歷史紀錄 像是他最常發生的 query的pattern是什麼 那我們該對那種pattern 去做縮影的最佳化 這樣子 所以不能說他昨天還能動 今天一定還能動 這就是我覺得 資訊人員比較困難的一個任務 就是保持一個想法 他可能明年就會壞掉 那我們該做什麼樣的準備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軟體的生命週期 就像剛剛提到的 我們在做規劃的時候 不能只想到現在 我們也要考慮到未來他上限 他做一些調整 擴充甚至他退伍 這些我們也都需要考慮進去 那也會是目前這個軟體在開發上 或資料庫使用上面 其實滿常遇到的一個技術在的問題喔 那剛剛都是講技術的東西 那我們講講商業面的部分 商業面的部分其實我最想遇到的是 像時空背景不同指數 昨天還政府跟你說可以 明天就跟你說不行 那系統就是要改起來 那這是GDRP的舉例啦 像之前歐盟推動的GDRP 那其實有一些服務 他就需要在資料庫裡面 把使用者的隱私資訊去做一些mask的動作 如果你不做 那就準備賠到脫褲子這樣子 所以有一些是法規的變動 那當然他會有一些緩衝期 那就是變成說 其實我們資訊人員 對這些東西也要一定程度的敏感 來了解說 當他有這樣子的變動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麼去做處理喔 那上面還有提到的 像是從沒系統到有系統 像最經典的Fu Panda 或Uber Eats這種平台 以前沒有這種東西 但現在他多了一個新的產業出來 其實他就衍生了很多不一樣的商業邏輯 包含你怎麼match 你怎麼配送 你怎麼退貨 你怎麼處理款項 其實他會衍生出非常多的東西 這個都是昨天沒有今天出現 那還會是一個新的挑戰 那也可能今天制定的規則 在明天是不適合的 不適合使用的 那就需要再做一些調整 所以其實在商業邏輯的部分 無論是從無到有 還是從以前原本一天40小時 變成7乘以24的 其實他都會增加我們資訊開發的一些挑戰 或者是一些要考慮的一些點喔 所以這點也是大在商業邏輯面 要再去做處理 要再去做思考的 那像這邊還有提到 資料請求數量的增加 像我曾經在做這個計程車的公司服務過 他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只要明 只要今天是廉價的前一天 就是假設今天禮拜五 明天禮拜六日放假 然後下班晚上可能五點半 然後下大雨 那我們的系統就已經是攤掉了 因為大家都想叫計程車 大家都不想下雨 大家都想要 大家都想要趕快享受假期 那怎麼辦 叫計程車 然後系統就攤掉了 所以其實他有一些商業邏輯 那個領域才知道的 那這個也是需要你在那個環境內 去了解才可以做處理 那當然這邊還可以分享一個 很多都會說在半夜離風時間做 做一些資料的整理啊 或者是快捲更新 然後就會覺得 那我排凌晨三點到四點應該沒問題 那我當初也這樣子想過 然後我就設了 然後就出事了 為什麼 因為我也沒想過 在凌晨北路 大半夜也會有很多人在叫計程車 這個我真的是沒想到這樣子 所以每一個領域都有他的一些 一些有趣的小東西 可能就是需要各位在那個職務上面 再去做一個了解 再跟你的資訊技術去做一個整合 那另外一個 時間比較趕一點 這邊還提到一個成本 其實這個成本的問題比較有趣的是 老闆都很常講 這個應該很簡單 加上去很簡單 我加了一個智能搜索的框框 馬上就可以噴出所有客人要的東西 但是他不知道這個東西加上去 背後的工程是要收集多少的data 要training多少的model 要處理多少的前處理 才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所以其實這個應該很簡單 其實往往都是不簡單 就跟那個冰山一樣 那再來是這個分割的問題 那我最常遇到的一句話是 我都給你兩個人了 為什麼開發時間不能打個折 那我就比較常回答說 我從台北到高雄 你給我兩台車 我可以用一半的時間抵達嗎 答案是不行 你需要給我搭高鐵或坐飛機 所以要去理解 你手上的問題 是不是可以分割的 是不是可以平行處理的 還是 你多了幾個管線都還是一樣的 那你先理解了它 你才可以去評估說 這個成本是多重這樣子 那再來比較典型的 集滿服務的主機就是 我看蠻多公司都蠻客家的 一台機器身兼DB IIS 然後連那個FTP的功能都油了 那導致什麼 某一個東西出問題的時候 我根本不知道是誰殺了誰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成本問題 所以當大家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在做規劃 就要先留意一件事情 就是 我的config檔 看到這種很混亂的環境的時候 config檔是不是要調整一下 至少讓一台機器不要因為DB很忙 就讓其他東西攤掉 那我就限制DB 不要吃掉所有的資源等等的 所以其實這個成本的部分 也是大家需要去留意的 而且最重要的 成本不是只有簽 這點我覺得要跟大家提一下 成本不是只有簽 各位的時間 各位的專注力 都是成本 專注力很重要 就算你有時間你沒專注力了 你也沒辦法做東西出來 所以這點各位要好好的識別 你們的專注力 你們的經驗這些其實都是成本 那這是遇到困難的部分 那大概就是溝通了啦 剛剛提到的我的ID不是你的ID 其實在過去的工作經驗 我們很常在跟業務單位合作的時候 很常就會發生這樣子的爭執 他在前三週跟你講的ID 跟到最後一週跟你講的ID 是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導致我們系統整個翻掉 要再重弄 這種事情是非常常見的 那其實這就是我們在 使用系統上面 開發系統上面很常遇到的困難 那怎麼用得更好 其實剛剛都有 講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也都有講了 怎麼把它弄得更好 像剛剛提到的一些版本的問題 我們在官方文件 或者是網路上 都有一些最佳食物的一些文章 其實都可以多看看 也可以參加社群 跟有經驗的大佬們 確認一下 可以怎麼做更好 那比較重要的是什麼 你要識別它是一個問題 不要覺得我問JQ1.7不是問題 其實它是一個問題 你送去若少 就直接爆炸了這樣子 所以要識別問題 承認問題存在 這是一個比較 想要打好的一個內心的想法 那再來是一個 想法跟剛剛的100分一樣 沒有絕對正確 只有相對的適合 今天你在這邊看到這個做法 好像很糟糕 但它很適合 那或許它跑到別的領域 它可能不適合 那再換到另外一個地方 它可能又適合 所以 並沒有絕對100分的一個解法 而是相對適合 那我覺得在工作的旅途上 就是蒐集各種不同的工具 方法架構的設計技巧 那在對的時候 拿出來使用來解決問題 而不是說把一個東西 練到100分了 我就可以形片江湖 沒有沒有那是形片江湖 不是形片江湖 這樣子 所以這心態上 需要再做一些調整 那當然這個工具整合的部分 還有包含評估測試 那這個 因為時間關係我就已經跳過 那再來商業的部分 其實就是保持彈性 就是什麼東西都會變動 要先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而不是說 又要改 很生氣再去改 然後 改完上架 又跟你說又要再改 那你又很生氣 那其實這個時候情緒有一點多餘 那不如 好好的靜下來 思考一下 我們有什麼東西 是需要去做一個隔離 去做一些調整 讓它可以更靈活的 所以其實在 這些變動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可以透過 蒐集一些案例 來改善系統 那這個就是要仰賴各位 在工作崗位上面 如何去最佳化自己的體驗這樣子 那 成本的部分剛剛也有提到 像是分配跟管理 那要知道 它都是冰散的一角 那我們要看的是冰散下面的 這些看不見的東西 我們要試著去理解它 挖它出來 然後把它做一個解決 而不是說 我看上面那一段很小 那就很簡單這樣子 所以就是在 使用的更好的部分 關於成本的部分 那最後就是溝通 溝通的部分其實 這一點我還真的 還在修煉當中 那主要當然就是多 互動嘛 你很常跟他吵架 那你可能要換一個想法 確定好我們的核心目標 是什麼 並不是把這張 並不是把這個單解了 並不是把這個東西做完 而是可以提供組織什麼樣的 成果 什麼樣的價值 那有了一個核心的目標 我們在做下來 好好的去了解 可以怎麼去做得更好 那當然 對於頻率跟角色 也是一個可以調整的部分 像是主管會議 可以有主管 可以有業務 可以有工程師 那可能什麼樣的會議 然後什麼樣的頻率 可以調整到 讓大家最好握客的 那可能就要看 每一間公司的風格 那不同的管道也是一個選擇 像我以前最常用的其實是電話 信件都是我已經完成了 跟大家說一聲 留存就好 但蠻多時候其實是需要電話 或者是個別的訪談 讓我面對面 或者是聽到聲音的情況下 我比較好去推敲 可以怎麼引導他 講出他真正想要的東西 或者是怎麼樣去了解實際的情況 所以其實使用你的工具 溝通的管道工具 或者是你的這個開會的頻率 這些都是在溝通上面 可以再去做一個調整的 那最後 抱歉 時間的部分 這裡有一個簡單的小節 就是 我們需要釐清使用指導科的目的 我們知道自己在哪 然後要去什麼地方 有什麼樣的工具 我們才可以討論怎麼最佳化他 那也要了解使用的角色有什麼 然後讓大家共同參與 那最後就是保持好奇心 從錯誤中學習 我不相信沒有人是完全不犯錯的 但我相信犯過很多錯 然後持續修正的人就會越來越厲害 那我會覺得就是保持一個好奇心 讓自己可以從錯誤中學習 從錯誤中成長 然後再把這些成長的結果 記錄下來分享給其他人 讓大家更好 那就是在今天的這個議程 給大家做的一個簡單的分享 我是Rubin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有想問什麼問題嗎 我多補充一點就好 就是 剛才講很多 其實 有一點心得就是 在座可能都是技術人員 你如果心裡只想著說 你只想管技術的事情 那你就得了解非技術的事情 不然你永遠都沒有辦法 留在技術的領域裡面 你當你懂得其他人在想什麼 你才有辦法把自己 留在技術的領域裡面 那大致上就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